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雪 第1065集 宝主 凤九儿放下杯子 看着主作上的男子 其实你没 哎 凤姑娘 今晚我们不谈正事 只谈风花雪月如何 宝主打断了凤九儿的话 他摆了摆手 小奴向前给凤九儿 倒上了一杯酒 不等凤九儿说什么 小奴过去 也给乔木倒上了一杯 来来来 二位姑娘 今晚就当 宝主正给自己倒酒 宝主 凤九儿站起 打断了宝主的话 拱手道 抱歉 我们不喝酒 宝主视线 落到了凤九儿身上 浓眉轻皱 凤九儿对上 宝主的目光 不卑不亢地 坐回到椅子上 宝主 有什么话 不妨直说 咱们确实不适宜 在这个时候喝酒 不是吗 宝主盯着一侧的女子 清醋了醋眉 收回视线 她举起自己面前的酒壶 抬头往口中倒 凤九儿坐在一旁 并没有打搅 宝主一口气 将整个酒壶的酒入腹 哐的一声 将酒壶放回到桌子上 两位小妹 你们可知道 我是这儿的宝主 可现在你们 说来便来 连一个解释都没有 我能不担心吗 所有族人都在看着我呀 我也有压力呀 话语刚落 宝主拿着酒壇 又灌了一口 凤九儿没想到 宝主的脸变得这么快 不过 这样的宝主 才像个正常人 凤九儿看着宝主 拱了拱手 宝主 实在是抱歉 我们如此冒昧进来 却连个解释都没有 不过 宝主请你放心 我说过的话 全都算数 只要宝主不动我的人 别说是人 就连你们的牛和马 我们都不会伤害半分 宝主对上凤九儿的目光 摇了摇头 所以我们刚才 说咱们今晚不说正事 凤姑娘有难言之隐 甲谋也有 唯有喝酒才能解忧嘛 来 二位姑娘 陪我喝酒如何 宝主耍起无赖 凤九儿脑袋疼 她轻咳了声 低声说道 宝主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不喝酒 不过 这美食当前 我还真有些招架不住了 要不 咱们肠肉盐欢如何 好 宝主很快便同意了 凤九儿的提议 咱们就肠肉盐欢 凤姑娘 乔姑娘 请 凤九儿 看了乔木一眼 再拿起筷子 乔木汉手 只见再次加了一根银针 说了不提正事 宝主便真的没有再提 两个姑娘在下面品尝美食 她一个人在上面 喝了多少酒 谁都不知道 凤九儿和乔木也不作声 偶尔品尝美食 更多的时间 都是在听宝主说话 宝主也不知道是真醉 还是装醉 说的话都是魂话 连一句有营养的话都没有 不过 凤九儿也没想能 在这个狡猾的宝主身上 得知什么 她的心里暂时只有宝藏 大半个时辰 对于凤九儿三人来说 简直是煎熬 可对于依旧在 夸夸其谈的宝主来说 只是眨眼的功夫 突然 外面传来打斗声 凤九儿站起身 一名男子 急匆匆跑了进来 跪在店中 不好了宝主 不好了 他们打起来了 不等宝主说话 凤九儿和乔木 几乎一同站起 两个人同时往外而去 不乏相似的出奇 就在他们迈出大门的时候 面前倒下了五六个人 凤九儿和乔木 对视刚将几个人绊倒的 龙飞燕和雪姑 一口瞳声道 发生什么事 此刻 宝主也赶了过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宝主 有几分沙哑的声音响起 九儿 我们少了两名兄弟 一定是被他们抓起来了 雪姑冷声回应 凤九儿回头看着宝主 月眉清促 宝主却立即解释说 这个事情她不知道 两名兄弟出去取水 一个时辰还没有回来 雪姑盯着宝主 声音低沉得很 咱们约好 不管如何 离开也不能超过一个时辰 一定是被你们的人抓起来了 还不赶紧放人 休怪我们不客气 宝主 瞪了跪在一旁的人一眼 沉声道 还不去看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将几位队长都带过来 我要亲自审问 是 跪在一旁的人 立即站起 转身离开 宝主回头 看着凤九儿 酒气也消散了不少 凤姑娘 如果真的是我的人在搞鬼 我一定还你一个公道 哼 我不需要什么公道 我只要 我的人安全 凤九儿 扫了宝主一眼 冷冷一哼 乔木 却让赵玉生 带两千兄弟进来 有人敢阻挠 攻进来便是 我的兄弟 一个都不能少 没给宝主任何解释的机会 凤九儿带着自己的人 往营地而去 他身材娇小 却是霸气十足 特别是他那一句 我的兄弟 一个都不能少 让跟过来的兄弟 心里暖暖的 南满宝的人 要是真的敢对他们的人动手 这一战 谁也别想免了 乔木 很快就将消息传了出去 两千兄弟 说来便来 浩浩荡荡地 出现在 这个本来就不大的山谷中 回到营地的凤九儿 只打算给包住两克钟 再多的时间 他也等不及了 带着一众兄弟 站在山谷一侧的凤九儿 一顺不顺地盯着 挡在面前的南满宝人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他伸出掌 月眉青醋 既然 他们还不打算放人 咱们 就只能攻进去了 他的声音 红亮有劲 传遍了整个山谷 那些挡在他们面前 不远处的南满宝兄弟 顿时紧张起来 凤姑娘 你看能不能再给咱们 一点时间呢 高黑壮的南门队长 同样红亮的声音 传了过来 宝主说了 找到你的人 一定立即给你们送回去 帮姑娘 你就不能再稍微等一会儿 射一打起来的话 对谁都没好处啊 不 凤九儿冷声打断了 南门队长的话 两克钟的时间 已经是我对宝主的信任 若是你的兄弟 在别人手中 恐怕你连半克钟都等不下去 既然宝主没诚意 这一战也在所难免 兄弟们 凤九儿高举手掌 走 救人去 嗨 我是一刀苏苏 我的新书 九州胡珠夫人 已经上架咯 这是一本古言奇幻多人剧 同名影视剧也即将上线 赶紧订阅收听吧 你将有机会 得到杨幂陈伟婷亲笔签名剧照哟 还有更多好礼相送 九州胡珠夫人 等你哦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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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